人氣話題來看到 世界少棒錦標賽 代表亞太區出戰的 桃園龜山國小少棒隊 在團來捷報 在美國時間21號 對戰強敵日本隊時 以3比1大獲全勝 雖然在中間 一度因為下雨暫停比賽 但是小將們的心情 完全沒有受到影響 文帝發揮 取得勝利 並且也會在 台灣時間25號凌晨 以四連勝的優勢 爭取國際組冠軍 桃園龜山少棒的球員 奮力揮棒 擊球後全力奔跑 安全上壘 做出俏皮姿勢 不只場上樂鞋沸騰 觀眾行上的加油團 也不甘示弱 大聲歡呼 和外國朋友前來助陣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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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世界少棒錦標賽 台灣隊再傳捷報 代表亞太區出戰的 桃園龜山國小少棒隊 在美國時間21號 對上強敵日本隊 雖然中間一度下雨 暫停比賽打亂節奏 但小將們還是穩定發揮 最終以3比1大獲全勝 我們去年也是玩風日本 今天以3比1勝日本 也感到非常的開心 也成功的進入 世界少棒錦標賽的四強比賽 我們之後的比賽會繼續加油 一定會拿下冠軍 桃園龜山少棒隊 將在台灣時間25號凌晨 以四連勝的優勢 爭取國際組冠軍 可能會對上委內瑞拉 或是再度與日本隊對陣 期待能取得佳績 記者黎祖小桃又報導 好 好 好